欢迎打收睇马高斯TV的马高斯 在开始解说之前 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说 加拿网不是Piku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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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跟我说多一次 加拿网不是Pikumon 很重要所以说到很多次 如果暴雷兽打Pikumon 超人Zero一定会现身打暴雷兽 至于两者的分别 我稍后再说 今集可以说是带点超和怪奇的味道 是别具特色和独特风格的一集 至于好不好看 就个人口味的问题 我就很喜欢看今集 很简单说一下今集 就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60年前 一班宇宙来客来到地球 目的就是要抢走地球的资源 拿够就走人去第二个星球再抢 谁知道就被他们发现了一件事叫做音乐 音乐就有很多风格和种类 而且音乐就无分各界 只要奏起美妙的音乐旋律 就算不同语言的人也好 都有机会产生出这个共鸣 而且音乐就能够加强人的斗志 也能够使人的心境变得平和 这个就是音乐的利害之处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这班侵略者接触到音乐之后 就爱上了音乐 还要爱到组队去表演奏乐 而我最喜欢的画面描写 就是原本用这个黑白画面 去区分出60年的前和后 然后再加多一层的意义上去 就是音乐为他们的世界增添了色彩 就是有一些像最近的电影奥本海蜜 黑色的画面除了讲过去的时间 亦分开了两个角色的观点和角度 这个时候就顺便介绍Semi-Nin-Gang Semi-Nin-Gang 宇宙怪人Semi-Nin-Gang 身高1.8米 看重150kg 出身地就是Cheresonia Yusei 最初登场在Ultra-Q的第16集 加拿亡的翼集 他们由Cheresonia星球 派到地球的前哨兵 造型上就是蝉如其名 就是人形蝉来的 他们就能够移态成为人类 去混入这个社群 接着他们就有一个装备 叫做Inspilizer 这个机器就能够操控念力 今集说六十年前的时候 都见到这部机器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 这部机器就能够跟他们的星球 有信号上的连接 再引导这个迦南亡的隐石到地球 接着就介绍一下今集的四位蝉人 第一位就比较老一点的 就叫做Shiku Shiku Hoichi 其实他们的命名都别有用心 他的名字就参考了一种蝉的名字 日文是Shiku Shiku Poichi 中文是韩蝉 就是由二年六十三岁的东宜秀树去饰演 演员本身既是雅乐的演奏家 亦是演员 他的家族本身已经是音乐世家 是一个自内良时代的音乐家家系 所谓的日本雅乐 日文就是Gagaku 就是以前经由思路 从中国和朝鲜等地传入日本 而雅乐可以解作雅典正母或雅正之乐 是根据余教的理论思想去编制而成 在中国也是一个制制宗庙的音乐 而日本方面还有一种叫琉球雅乐 当年的琉球王国 即是现在的冲城 这位仁兄至今还为电影 剧集和广告去提供音乐 今集用到的三首歌他都有份创作 包括《雨风相遇》和《Chiruso Naido Soseki》 然后《Ultra Q》的主题曲 他负责编曲 而他有一个个人的YouTube频道 最近上传了《Chiruso Naido Soseki》 大家有兴趣可以听听 在YouTube频道中 大家会看到彈琴的禅人 其实他们是两父子 彈琴的禅人叫做Kuroiwa Chichi 就是参与了两个日本品种的禅 分别是Kuroiwa Zemi 和Chichi Zemi 至于演员是二年十六岁的冬儿典亲 接着是四眼禅人Ni Zemichi 就是参与了一种叫做惠古的禅 日文名叫做Ni Ni Zemi 演员是二年三十八岁的白衰金 他其实是一位小提琴的演奏家兼作曲家 最后是菇头禅人Hikurashi Kanade 这一位就参考了日本的慕禅 而日文就是Hikurashi 演员是二年三十八岁的提博明 他本人的身份也挺多 包括有吉他手兼作曲家等等 所以四位演员都是货真价实的音乐家 于是尹石终于降落地球了 他们也要做最后一次的音乐表演 之后就要回归做侵略者 顺打一提 今次的冬儿秀雪造型 都有参考当年Ultra Q第十六集中 当时是禅人的装促 加拿忙 从尹石爆开出现的就是加拿忙 加拿忙至今为止多套作品都登场过 所以也有很多个称呼 例如尹石怪兽 电波怪兽和机械怪兽等等 身高四十米 体重六万吨 出身地就是Chinusonia Yuse 负责设计的就是成田亨 最初登场在Ultra Q第十三集 加拿大妈 今次宽别57年再度登场 今天就是9月9日 还要是第九集 而Ultra Q的Q 而日文的9和Q 都是讀作Q 所以真的很巧合 加拿忙也算是 原谷的特殖世界里面 第一只宇宙人用了侵略地球的机械怪兽 而加拿忙这个名字 其实就是加拿大妈 和Monster的合体简称 加拿忙的隕石叫加拿大妈 Monster就是怪兽的Monster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令和作品里面登场的Ultra Q怪兽 实力都不会差到哪里 甚至可以用勁去形容 但是始终它们的造型都比较单调和古旧 这种反差都令到大家觉得有点奇怪 其实大家就可以套回蒙面超人的设定进去 超和拉打的实力数值 其实就和平成拉打的最终形态的数值差不多 这样理解的话可能就会容易接受到 而今次加拿忙的勁 就不是攻击力够强 反而是它的防御力够强 它的身体就是用合金 Celizzo Nidor去制造出来 所以就是超级无敌硬 特战兽的雷射炮都会被反弹 暴雷兽的光之矛都会断 就连新招的彩虹光灵打骂上 都要磨了很久才能打爆它 根据决定版Ultra最强怪兽50大图鑑超百科 加拿忙的能源就是能够半永久地活动 而它的脚部就由幅数弹弓撞的物体去构成 所以它的脚的弹力是十足的 而禅人就用电波去操控加拿忙 而加拿忙都能使出电波攻击 当电波被截断的话 加拿忙就会立即停止活动 然后口里面就会套出迷之液体 今集这些特征都会一一呈现出来 Celizzo Nidor 这里再详细讲一下合金Celizzo Nidor 无论是加拿忙的身体 操控加拿忙的机器 又或者用作运送加拿忙的银石 通通都是用了合金Celizzo Nidor制造出来 加拿忙就跟高达一样都有后计机 就是甲拉缸 同样都是使用了合金Celizzo Nidor 顺便一提 七星合第2集里面 都有一种金属叫做Celizzo Nidor 808 就是YR Sergin的星球里面的一种金属 但是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然后如果大家有看情报都知道 布雷兽将会有新武器 全名叫做Galadama雷鸣劍 Celizzo Nidor Sodo Galadama取名自加拿忙的银石 而雷鸣劍应该是雷属性的攻击武器 接着应该用了合金Celizzo Nidor的剑 而DX玩具将9月30日推出 不过今集就不见布雷兽有去拿素材 那就不知道到底会怎样的形式去获得 还是由人类去回收加拿忙的银鞋 再製造出100剑给布雷兽用呢 Celizzo Nidor Sodo 刚才提到加拿忙就是一后继机 就叫做银石怪兽Celizzo Nidor 身高40米 体重6万吨 出身地都是Celizzo Nidor 初登场就是Ultra Q的Dark Fantasy第一集 身体造型比加拿忙更圆滴滴 而身体同样用上了合金Celizzo Nidor 然后还有一只叫做Galagong 2号 同样都是身高40米 体重6万吨 初登场都是同一套作品的第16集 第一集的1号机就只装备了电子头脑 而第二号就追加了额头能够发射的光弹攻击 Pikumon 现在我又说多一次了 加拿忙不是Pikumon 首先第一点 加拿忙就是宇宙人的侵略用机械怪兽 Pikumon就是一只地球种怪兽 然后就是两者的尺寸 加拿忙就是巨大怪兽 Pikumon就是一只小钉钉的真兽 接着加拿忙就是会攻击人类 Pikumon是非常友善的亲近人类 我想大家都应该分得到它们了吧 这里就简介一下Pikumon 友好真兽Pikumon 身高1米 体重10kg 它们拥有着人类小学2年班智力 初登场就是初代超人第8集 至今为止在多套超人作品都登场过 例如超人Powardor的版本 超人Johnnyus里面的版本 超人物资里面的版本 超人Zero里面的版本 超人X里面的版本 以及超人Lubu里面的版本 接着就是动画超人小子里面的版本 就叫做Pikumon 接着还有动画 套保的悲惨日常梦幻片的版本 然后这个就是明丁怪兽走场的版本 接着这个就是Kaiju Steps的版本 就叫做Pikujang 这个就是漫画Ultra名的版本 不过就有点点特别 因为它的名字叫做Igaru Sejin 但它的造型就参考了Pikumon 好了 今集又差不多了 最后还想赞一下今次的片尾曲 由原本的Black Star改成 剧中演奏的Ultra Q主题曲 真的听到鸡皮都起了 讲到音乐还有一个位置可以讲一下 话说日本长达33年的恐怖故事节目 《世界奇妙物语》 它的主题曲就叫做Galaman Songgu 因为弹琴的时候 手部的动作就像Galaman的手一样 所以就改名叫做Galaman Song 好了 最后的总结就是 今集很棒 完 今次的影片就到这里 现在这个频道争计会员制 如果大家有能够想支持的话 欢迎大家复金加入会员 大家的支持就是最终的动力 喜欢这条影片的朋友记得订阅我 欢迎大家一起留言讨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